我會覺得山它是有時間性的 就是抽象的感受 我們對光的變化 對溫度的變化 在我的作品裡面 我希望把這種抽象性的感受 也能夠放進去 有一些部分 我會用一些抽象的筆法 用一些比較繪畫性的 這樣的一個技法 讓它在跟寫實之間 產生一種聯繫性 那這個可以讓我們 對於物像的那一種寫實性 能夠產生一種抽離的作用 像在玉山元柏 這個並不是在這個景所看到的 但是我希望把玉山元柏的 這樣的一種造型 也能夠加入到這個畫面 那後來又加上了我自己的 爬山的背影 把自己好像自身於這一個 非常壯觀的畫面裡面的感覺 爬山之前其實我連續畫了 大概將近快五年的時間 都在畫自畫像 2018年退休之後 那我開始陸續有比較多的時間爬山 那在山上的感受 看到的景觀 慢慢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我就嘗試 怎麼去跟自己的自畫像 這樣的一個創作經驗做結合 所以我在描繪樹 描繪山的時候 我都用一種好像自己 在跟自己凝視 或自己對話的 這樣的一種態度或感受 去描繪這些三根樹 我就試著怎麼樣去把它的樹皮 它的生命力 能夠在上面呈現出來 好像在畫我自己自畫像的皮膚一樣 那另外在作品裡面就會有像星空 然後到日出 開始太陽會要出來的那個晨曦的光 然後到白天看到的雲海 再加上一些抽象的情緒的部分 我底色畫完之後就覺得 我被這個血跟色綁住了 那我覺得想要去破壞它 讓自己的情緒再自由一點 所以我就用波灑的方式 讓畫面裡面有很多色彩的自由流動 那之後再重新整理跟刻畫細節 那在我的這一批創作裡面 有幾個比較特殊的技法 一個是用比較大面平土鮮艷的色彩 再來一個我也嘗試在這兩面 運用金箔在我的創作裡面 那因為金色本身它也是平的 可是在平裡面 它又有一種光的閃耀 你從不同的角度看到金箔 它會產生一種非常崇高跟神秘的感覺 那我又希望這些金箔本身 能夠融到樹的生命力裡面 當陽光灑在他們身上 或是霧飄過他們身邊的時候 這樣的一種光影的變化 那我覺得金箔灑落在上面的感覺 也很有這樣的感受 所以在作品裡面我常常會用 撒金箔的這樣細碎的方式 那我很希望時間性變動性 能夠被呈現出來 所以在有的作品裡面 我會同時讓星空 讓清晨 陽光剛出來的那樣的色彩的變化 到白天的景觀 或是到黃昏 有可能同時併置在一件作品裡面 所以在這幾件作品裡面 我就嘗試著 從近的地方 比如說登山步道 還慢慢往上一層一層山往後走 然後到天空到雲海 造成一種由下往上慢慢爬升的 越來越高的這樣一種高遠的表現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登山很有趣的一部分 有所觀看的 成果的那種 在不斷akah 以實以來 狂 我 有